Live the world around us They don't need to know Come find me where the sun sets And say you'll never let me go You're the one I want Say you need me I don't want love Don't let go 今天的話又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PVC人型公仔的系列 最近真的是很常來跟大家開一下PVC相關主題 也因為前幾週剛好是魔王的生日 魔王的朋友就特別從日本購買了這個禮物 要來送給魔王 當然大家看到影片的標題也知道 就是我們最近畫得以討論度一案很高的水星的魔女相關的周邊 那在這邊的話魔王也就先不多說了 直接先拿一下這次的外盒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魔王收到的生日禮物 其實就是我們水星的魔女一番賞系列的 A上蘇萊塔莫丘莉的人型公仔 魔王其實算是蠻意外的耶 也因為最近啦魔王這邊剛好追到最新的進度 所以一直都有跟大家來進行這個劇情上面的討論 結果沒想到啦這一週就收到了這一週我們蘇萊塔的人型 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水星的魔女的一番賞 其實台灣這邊大概在一兩個禮拜前就已經有正式推出了 不過呢目前的話應該不是官方這邊推出的代理版本 而是店家自己引進的這個日空版 所以價格的部分啦魔王記得大概是在350塊一抽到370塊一抽左右的這個價格 那部分的店家應該就會推出三抽1000塊的這個優惠呢 是提供大家可以一次做這個三抽的動作 魔王幾個禮拜前在魔形店家 其實就有看到一套全新還沒有開抽的這個一番賞系列 最後還是沒有選擇入手 一方面是因為魔王不太相信自己的運氣 另外一方面其實價格來說 魔王覺得這次的一番賞其實是偏貴的 這次的話除了我們A賞是蘇萊塔的人型之外 其他B、C、D、E、F、G、H甚至到了最後賞的大賞呢 全部也就只有壓顆粒的展示牌而已 那其他的小賞就有一些鑰匙圈啊 又或者是資料夾等等的東西 那以最大賞只有一支的這個PVC來說 單抽要到300多塊是真的還蠻昂貴的 鋼彈系列的一番賞 好歹要推出所謂異色版的NG啊 又或者是HG等等之類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說水仙的魔女是比較新的系列 目前還沒有推出NG是可以理解的 但好歹啦已經推出了這個HG 也要推出一個異色的版本啊 彩透的版本之類的 放在B上或者是C上或者是D上 完全沒有這些組裝模型放在這個鋼彈系列的一番賞 魔玩個人會覺得啊 這一次的這個水仙魔女一番賞 是真的比較粉絲向系列的商品 那如果你有特別喜歡某一個壓克力牌啊 又或者是某一個鑰匙圈 其實用單買的方式直接入手 價格上面一定會比你去單抽一番賞來的更加便宜 這一次的A賞啦 其實呢魔玩的朋友也有跟魔玩直接分享 台灣目前的預購價呢 好像是在2100-2200塊 如果你直接從日本日拍的地方呢 下去群找應該是可以發現 這一隻目前的成交價大概就是在 1100-1200塊左右台幣的部分 所以魔玩稍稍推算一下啦 這一隻的話以1100-1200塊錢左右入手 那再加上國際的運費可能是在四五百塊錢左右 那既來台灣總共的價值大概也就落在1600-1700塊 以大概五到六抽左右的價格呢 就可以直接入手A賞系列的人型 魔玩個人覺得算是蠻划算的 而且呢又是我們日空版正版系列的商品 這一次一番賞水仙的魔女系列啦 魔玩個人覺得最值得入手的 當然還是這一隻A賞的蘇賴塔人型 前面啦跟大家分享的這麼多 相信大家還是比較在意我們的本體蘇賴塔 那這一次的外盒設計啦 一樣是走一個比較簡單的路線 本體的話也是只有在正面有做一個簡單的開窗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蘇賴塔人型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來進行開箱啦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本體的部分啦 打開車後還是要做一個簡單的地台組裝呢 可以看到啦這一次我們蘇賴塔的人型呢 在整體臉部的懷孕度來說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今年的這個微笑的表情呢 再加上整體神韻上面的表現呢 這次的設計來說魔玩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但在服裝的部分呢 欸官方這次的塗裝也算是蠻用心的 雖然是全白色的服裝 可是呢仔細一看的話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這邊陰影質感的表現呢 這次還是有完整保留出來的 除此之外呢我們轉到背部的地方 像是這種線條啊這種陰影的質感呢 這邊都有來進行部分的塗裝 這次的上色來說啦 魔玩覺得還算是蠻用心的 當然在褲子的這個地方呢 也是要把這種基本的線條呢給表現出來 接下來在腿部這個地方呢 肌膚的色彩一樣是有來進行部分的上色 並不是使用單一的色彩來呈現 這邊的細節展示呢 魔玩自己算是蠻喜歡的 這個小腿肌的這個展現呢 也是有完整表達出來的 最後呢 那的話啦在我們鞋子的這個地方呢 基本的靴子啦 這邊的設計就是比較簡單的路線 有做一個簡單的分色而已 因為這個畢竟還是我們的一番賞系列啦 所以整體的塗裝品質 當然還是沒有辦法來跟PVC來進行比較 那最主要啦 魔玩覺得有幾個小小的缺點 第一個的話轉到後面的頭髮 這次在頭髮上面的刻線呢 也是走這種比較簡單的路線 另外在一些髮尾以及一些修邊的部分呢 其實做的也是比較簡單一些啦 就沒有做到這麼的精緻 在服裝上面基本的塗裝呢 其實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簡單的小小的瑕疵啦 這個部分啦 其實對於一番賞來說呢 當然也是沒有辦法避免 只要你收到的這個一番賞 沒有出現重大的瑕疵 魔玩覺得以這樣子的塗裝水準來說呢 其實就已經算是蠻不錯了 在這邊的話 魔玩也就不再多說了 直接拍攝一些細節的畫面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進畫面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最近也是一直来跟大家分享苏莱塔的相关周边 没想到啦 上一周呢 很幸运的买到最后一支Figurite Stand的苏莱塔的模型 这一周又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A上的PVC 魔玩自己是真的很开心 另外的话我们水星魔女呢 其实组装模型的系列应该也会越来越多啦 当然魔玩自己呢 其实还是比较期待MG系列的相关模型 至于会不会推出呢 也只能等官方后续的相关消息了 至于我们的HG系列 其实目前除了风铃钢弹之外 其他的机种都慢慢的有现货正在贩售 但价格也算是蛮便宜的 也许喜欢朋友啊 就可以先入手啦 稍微解解渴 那魔玩这边啦 最近也是有入手部分的QG系列 不然有时间的话 当然也会再来跟大家做后续的开箱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我是魔玩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